好,大家好,今天是禮拜日 來到北角,特別為大家介紹一條北角流水線的小路線 就是82號,就是由北角碼頭開往小西灣南方公路的 也跟大家說少少關於香港道區的交通路線的結構 如果在香港道區的交通路線,即是北岸維多利亞港的完善 完善的交通,主要是分了幾個大點 第一個是堅尼利城,第二個是中華碼頭 第三個是灣仔碼頭,第四個是北角碼頭 第五個點是沙基灣,第六個點是柴灣的小西灣 即是說香港道區的北岸總站的結構 其實都會以這些為大站的基本 而北角呢,而流水線呢 而流水線呢,很有趣的 有一個位置是由北角去小西灣 另一個位置是北角去堅尼利城 另一個位置是中環去沙基灣 其實你見到流水線的結構 亦都會沿著這些大區域的方向去發展 今天我們又說一條很受歡迎的流水線 就是巴岸維多利亞港去小西灣 現在準備開車了 說明香港道的流水線的特色 就是它一定會走很久 如果你對比其他的特快線 它一定會比其他路線走得更久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流水線 是收得很便宜的 香港到北區的流水線 是比九龍的流水線 是收得更加便宜的 就像這條一樣收4.3 更加便宜的 例如3.7的 例如10號那些 更加便宜的 1號那些更加便宜的 就是六點二十四分 剛好我從總雜道州出來 又看看用多長時間去到小西灣 可能也有人會問 不然你不覺去小西灣 小西灣、柴灣 你趁車時間 官方在港五五十五分鐘 實施這麼久 我告訴你一個事實 我旁邊也有一輛電車 你說巴士一定走得快過電車 在英王道最麻煩的是甚麼呢 是燈位 還有 就算你說巴士 每個站都會有人上路 而接著 最大的問題 是燈位永遠不會隔 所以 如果有巴士 在燈位前下車站 通常都是會停 而燈位的出道和電車差不多 最後的電車可能都會拿到巴士 這件事是英王道的路 我想這件事都頗特別 在香港島這個位置頗特別的位置 有些人都會問 這些流水線有沒有市場 是有的 老實說 你會看到很多乘客都會上上落落的 而現在8月2號 基本上有兩個人多地方 有人多去或人多去的地方 第一個應該是泰府城 泰府城會有不少人會搭 搭回柴灣 另一個人多的位置 相信應該是沙紀灣道 沙紀灣道的地方 相信也會多人 但是巴士公司是最想做這些路線 因為覺得效率會很低 是對的 流水線 因為越多人上 越多人上 你的路線 擦行車時間都會慢 但又收得這麼便宜 除非你真的很多人上上落落 但近這10年來 就好像82號 都少了很多人上上落落 其實對比來說 這條路線 尊巴很不想再做它 覺得它不會賺到很多錢 反而尊巴 尊巴很想做特快線 去改善價錢 令價錢升級 但又做特快 令車輛的來回次數會增加 其實對它來說 成本效益增加了 所以你看到這幾年 或者這幾十年 也好 尊巴都會做一些特快線 當然有它的姊妹特快線 就是82X 82X 即如衝去 即是四十五號 即如衝去 當然還有那些姊妹線 19號 8號X 北角的人都不會 不得82號去柴灣 也會搭8X和19號 如果你去灣仔那些 甚至乎他們搭8號P 所以其實也會看得出 新班是想要打造貴家的特快線 去吸引乘客 去搭8號 去做這些流水線 所以這十年 你都會看到流水線 一直被削減了很多次 這條以前是6-10分鐘一班 現在都減到8-15分鐘一班 更加不用說EOA EOA 是一條被MOS削得很厲害的線 你都看到了 是不是 有很多人 你看這條 這是一個大站 82號一個大站 是很多人上的 這個站是很多人上的 老實說 如果82X沒有出現 那些人就會上了82 因為那些人就不會等 因為那些人覺得等得來 82號已經到達了 好 現在就離開西京王沙擊灣 上去柴灣道 就是長命斜 長命斜 最出名的是 沙擊灣和柴灣的主要港道 基本上都坐滿了人 過了太古城後 差不多大快人上去 去到西華河、沙擊灣 沒有大快人上去 基本上都坐滿了人 現在再跟各位說一下 到底在沙擊灣這個地方 或者沙擊灣道 或者走這些英國道 這些多燈位的道路 其實這些司機是怎樣 能夠能夠控制到他們的行車時間 能夠保持到他們的行車時間之內呢 時間是七年 這樣就來到小西灣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十多個城市 都還在 老實說 因為小西灣沒有這些路 意思是很大的區 所以很明顯地 其實這個大區 都很依靠消化路 和馬拉斯 因為其實都很想看 柴灣區 都很方便 一會兒我再跟各位說一下 這區的物色 和馬拉斯基在這些流水線上 可以怎樣做 可以保持到一個相當大的 相當穩定的行車時間 好 剛剛下車了 剛剛好四十分鐘便來到 即是它計算返航時間 那些因素可能五十分鐘也不奇怪 剛才也有說過 如果走這些流水線 譬如八十二號這些 這麼慢的線 又要走這麼多 英王道、沙基灣道 這麼多燈位 這麼多燈位的路線 其實這些巴士司機 要怎樣做才能控制到時間 其實都是很 很反映到香港島的司機 和九龍或新界的司機有些不同 因為其實香港島的司機 以前有一些是退休人士 一些退休那些 即是中巴的司機 後來又傳了一代傳一代 他們的駕駛方式一代傳一代傳一代 所以你會看到 香港島的司機 例如新巴那些司機 很傾向上 他們很傾向上 就是當那些人差不多上了 就上了人 他們立即關門 立即就離開 就不止九巴那些 是會慢慢來才開車的 他們差不多新巴那些司機 通常很快 關門立即開人情 立即熊熊的聲音 而且你會看到 柴灣那條長命車 這條長命車的特性就是 如果派那些 我們十多年前經常用那些 歐豬 即是 Alexander 那隻 富豪 即富豪 其實是跑長命車 包四眼的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新巴都進步了 專門用回 丹利士 或者 花豪 即是ATE系列那些 即是盡量走回那些 令到他們上車都沒有困難 因為真的試過有幾個個案 是 用豬扒 即是 即是 豬扒 真的會 跪低了 那麼 又說說另一個位置 就是 其實 小西灣 這個地區 我們看到現在 這是小西灣的南華貝道 巴士主站 其實是新巴的整個病根來的 因為其實新巴最有發展得最好 以及最賺錢的路線 都在這裏 為甚麼呢 其實都很簡單 第一個原因就是 小西灣是一個大區多人 第二個位 第二個原因就是小西灣沒有地鐵 第三個位 就是都區走廊的優勢 都區走廊的優勢 可以令到 地鐵 是有傳聞的 有傳聞 在北角之後 那些站 是會虧錢的 是要令到地鐵 是有曾經試過一期減解 試過被優惠去迎賤新巴 這些特快線 所以新巴是很喜歡 新巴和城巴很喜歡 在柴灣這一帶 是開很多這些特快線 去搶地鐵客人的